第五十二集 回到家中,林兰着实狠狠吃了一惊 玉蓉抱着厚厚一罗礼担给她 二少奶奶,这些都是您和少爷不在的时候大家送来的贺礼 林兰一本一本地翻,心里默默地算着账 这些东西折成银子,该是多大一笔数目啊 二少爷看了吗 二少爷还没看,只说交给二少奶奶处理 玉蓉回到 东西呢?林兰问 玉蓉迟出道 东西都夫人收着呢,只送来了礼丹 什么? 林兰差点背过气去,不禁拔高了声音 这算什么意思,礼丹送来了,东西不送过来 奴婢也为这事纳闷呢,不知道夫人是什么意思 玉蓉面落不愤之色 这事老爷知道吗? 玉蓉道 东西送来老爷是知道的,大都来送礼的,都是老爷交代的 但是老爷只管收,收下后怎么处置,怕是不清楚的 玉蓉咬着牙,在屋里走了几圈 没事,我会想办法探探夫人的意思 她要是爽快地把东西送过来,那就罢了 若是想节流,我肯定要让她吐出来的 玉蓉道 没错,不能白白便宜了旁人,这事还得快 奴婢以前听说,有的婆婆把着媳妇的嫁妆 说是不会动一分一毫 暗地里去做了些房品,把真的换走了 等到分家的时候,拿到的全是假货 有礼都没地方说 你去说了,还被人家说风凉话,你陪嫁过来就是这些,原来都是假的呀 可不是,老巫婆这种人,什么事干不出来 玉蓉心思一动 银柳,给我摸摸 银柳忙应声去摸摸 玉蓉道 我先把礼当上的物品整理一下,晚上就去问夫人拿回来 玉蓉有些担心 夫人能答应吗 玉蓉神色一脸 这可由不得她 玉蓉花了足足一个时辰,才把礼物清单,分类整理清楚 玉蓉出去办事,到了饭点,让冬子回来传话 说她要晚些才能回来,让玉蓉不用等她 玉蓉吃过晚饭,就带了如意去宁河堂 给老巫婆见过礼 老巫婆慈眉善目,笑呵呵地叫春信给玉蓉看座 在别院可住得惯 韩秋月温和地问,玉蓉微笑道 那边挺好的,尤其清静 看你气色不错,连也比出门前圆了些,可见是好的 韩秋月温言笑道,玉蓉按道 还不都是李明远,每天逼着她吃鸡鸭鱼肉,又不准她出去,能不胖吗 她淡笑道 山中清闲,无事可做,自然就发胖了 不像在家,砸事一大堆 今天刚回来,光整理理单就忙了一下午 这些人也太热情了,明远不过中了会事,他们就送了这么多礼来 韩秋月不动声色笑道 那还不是因为明远是户部尚书之子 有些人平日结交无门,这一回可算找着机会了 林兰呵呵干笑 老巫婆好会说话 她的意思是,这些礼物都是看在李扎爹的面上才送的 所以,她留着也是理所当然 母亲说的也是 可李丹上写的都是明远的名字 这些人情将来还是要明远去还的 林兰笑隐隐地说 哪有那么多人情要还 咱们能收下,他们就高兴了 韩秋月淡然而笑 林兰也不跟她拐弯抹角了 虽然打太极,她也是强项 但是对付不要脸的人,还是直接一点的好 母亲说的也是 这阵子媳妇和明远不在家 真是给父亲和母亲添了不少麻烦 既然现在媳妇回来了 这些事就不好意思再麻烦母亲了 回头媳妇就让人把礼物搬回去 好好理一理 林兰笑微微地说 一旁的田妈妈冷笑道 二少奶奶,怕这些东西放在夫人这里不放心 林兰似笑非笑道 田妈妈,这是要挑拨离间吗 田妈妈本想将二少奶奶一军 没想到二少奶奶这么不留情面地反将了她一击 一时愣住 不过她只愣了一会儿,便有了对应之策 二少奶奶,离离府时间不长 离府有些规矩,二少奶奶还不知 离府的所有收入都是要入库房的 所有支出,同样也要经过夫人的同意 二少奶奶年纪轻,不懂得理家 再说,现在又没分家 自然是由夫人先管着 哟,这是要明抢啊 林兰故作哑然 原来府里还有这样的规矩呀 韩秋也微笑道 李丹都在你那儿 说了什么你也清清楚楚 将来你们却有急用 再来与我说便是 若是将来分家 这些东西定然一件不会少了你们的 林兰一派谦虚的表情问 母亲的意思是 我们有什么需要支出的 都有母亲来准备吗 韩秋也微微点头 这个自然 林兰长嘘了一口气 笑道 哎呀,那就太好了 说真的 媳妇还真是不会理家 想想都头疼 母亲帮着保管 那是最好不过了 顿了顿 林兰画风一转 又倒 不过 前阵子给明兰补身子的花销不小 媳妇早已是囊中羞涩 捉襟见走了 昨儿听明兰说 静伯侯府的满月酒 要送一份厚礼 她一个兄弟在营中升了官 也要送一份厚礼 还有四皇子和太子 太父大人 恩师陈大人 那都要回礼的 林兰掰着手指数 十个手指也没数过来 就看着老巫婆的面色 慢慢沉了下去 林兰暗笑 又道 这些礼 就更不能清了 媳妇正头痛 不知该去哪筹办这些礼 既然母亲说 会帮我们划算 那就最好不过了 媳妇已经按照明兰的意思 拟了个礼单 媳妇也不知道 府里有哪些东西 只好按照人家送来的礼单来拟 这就交给母亲了 说着 林兰拿出一摞礼单 让如意交给老巫婆 早就算到 老巫婆不会这么痛快的 把东西交出来 她做了两手准备 不交出来 那就一点点地放你的血 放到你心疼 放到你血本无归 韩秋月看着一张张礼单 差点没背过气去 林兰这分明是在讹诈 可这些开销 明目正当 她又早把好听的话 说在前头 谁知道林兰会狮子大开口啊 若是明兰这次电视顺利 正式入室 只怕将来的应酬啊 会越来越多 真丑人啊 林兰故作愁苦叹气 韩秋月听得冒冷汗 林兰的意思 这些只是前奏 还没入正题 饶是她再淡定 这会儿也淡定不了了 本来还想着扣下礼物 若是他们不提最好 提了也先拖上一阵 到时候安度陈仓 偷梁换柱 没想到 林兰也不提要回礼物 反而顺着她的话 给她出难题 田妈妈在一旁 嘴角眼角齐抽动 担心地看着夫人 夫人这回 怕是要亏大发了 韩秋月暗暗调整呼吸 让自己冷静下来 她怎么能让林兰 牵着鼻子走 正常的应酬交际 是需要的 但咱们府里送礼 向来是有定制 你这些礼的 你的有些不妥呢 照你这样的送法 就算家里有金山银山 也要搬空了 还是我来替你们安排吧 韩秋月淡笑道 林兰为难道 可这礼丹 明云已经看过了 说很好 反正人家送了 这么多东西来 就当物归原主 韩秋月笑道 我就说 你们小夫妻 什么都不懂 这事啊 你们就别管了 我替你们安排妥当的 林兰暗骂 这老巫婆大大的狡猾 看来这事 还得费一番功夫 媳妇是无所谓 只怕明云会不高兴 林兰先把话放在这 到时候李明云不高兴了 会做出什么事 那就不是她的责任了 韩秋月还是有些忌惮的命运的 她现在如日中天 怕是不会将她这个后母 放在眼里 从宁和堂出来 林兰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老巫婆太难对付了 迎面 姚妈妈带了两个丫头过来 见到林兰 姚妈妈忙服身一礼 老奴见过二少奶奶 林兰对这位姚妈妈 有些陌生 如意在她耳旁倾倒 这就是姚妈妈 林兰笑着点头 雨声温柔 姚妈妈不必多礼 简单地打了个招呼 姚妈妈就离开了 如意方倒 这位姚妈妈 竟然很受夫人重用 府里下人们都在传 姚妈妈可能要取代 田妈妈的位置 林兰不由地回头看了一眼 回到落霞斋 李明兰还没有回来 玉蓉一看二少奶奶的神色 就知道 此心不顺利 也没敢问什么 只让大家小心伺候 林兰一手拖着腮帮子 一只手攥着茶盖玩 思存着 要怎么办才好呢 又不能带人去抢 早知道这样 她就留在家里收礼 收了礼 直接运到落霞斋 看老巫婆有没有这个脸 过来运走 不过 老巫婆人品无下限 脸皮堪比城墙厚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如意 大少奶奶的嫁妆 是大少奶奶自己管着 还是夫人管着的 林兰忽然问道 如意正了正 嗯 我听说 好像也是夫人管着的 林兰富有陷入沉思 可惜那些宝贝 她没见过 要不然 她就拿了图纸 到外面找人去复制 不管老巫婆 有没有做那种偷梁换柱的事 这脏水 就往她身上泼 让她白口莫辩 哎 没见过宝贝 也没什么要紧的 没机会 就制造机会呗 林兰忽然开朗 独自黑黑笑了起来 如意和银柳 面面相怯 二少奶奶想什么 想得这么美 等到有时 李明允总算回来了 白会期来热茶 林兰让大家都下去 问道 你去哪儿了 怎么才回来 李明允悠闲地 挟了口茶 去见老师了 后日就要电视 去请教些问题 聊着聊着 就迟了 林兰搬了警务 坐在她身边 把今天跟老巫婆 交锋的事 跟李明允汇报 李明允神色严峻 冷哼道 哼 我看她是穷惯了 林兰听着这话 有点脸红 好像她也挺爱钱的 的确也是穷了以后 才明白金钱的重要性 不过 她随即为自己辩解 她爱财 但取之有道 才不像老巫婆 强取豪夺 林兰笑眯眯地说 我有个法子 管教老巫婆 吃不了兜着走 李明允携腻着她 说来听听 林兰错过去 跟她咬了一阵耳朵 李明允嘴角渐渐勾起 再度邪腻着她 眼中尽是自探服儒的笑意 要说鬼点子 谁也没她多 你觉得怎么样 林兰得意道 李明允倾洒出声 明天我就让人去安排 第二天 又有人来送礼 李明允不在 又一份礼丹 到了林兰手中 东西嘛 不必说 自然是进了老巫婆 所谓的李家库房 林兰照样去请安 再不提李丹的事 韩秋月还担心了一晚上 生怕李明允又闹出什么动静 可看看林兰的反应 似乎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渐渐地才把心放下来 也是 她这样做 名正言顺 李明允就算再不高兴 也没办法耿着脖子 挠着喊问她拿东西 电视的日子终于到了 李明允一早沐浴清爽 头发挽了个高际 插一根白玉簪 一身月白暗纹紧袍 戏一条坠了清玉的腰带 坠了笔木青丝涛 一块碧玉佩 低调的华丽 整个人看起来精神饱满 儒雅沉浸 李明允从容淡定地去应考了 可林兰在家 却有些紧张 电视是由皇上亲自主持的 是最高级别的考试 最终决定考生的名次前途 和命运 林兰很希望 李明允能独占凹头 因为他具备这个实力 电视要考一天 林兰一整天的坐立不安 整个落霞斋的人 也都显得心神不宁 到了黄昏时分 有李府下人飞奔而来 老爷已经得到消息 二少爷被清点为新科状元了 落霞斋顿时沸腾了 奔走相告 二少爷中状元了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二少奶奶 您听见没有 二少爷中状元了 白慧喜极而泣 林兰正正 虽然他有料到这个结果 只是当一切成为事实 还是让人难以置信 如同做梦一般 二少奶奶喜欢的都傻了 银柳噎语着 眼里也笑出了泪 稷儿也哭了起来 二少爷 真的中状元了 周妈跪在院中 饱寒热泪 对着南方拜了三拜 老夫人 老太爷 三小姐 你们听见了吗 明运少爷中状元了 微语阁里 正在看书的李明泽 听到喜讯 拿着书本 半天无语 继而继续低头看书 丁若言先是惊喜 可看着呆呆的李明泽 笑容渐渐在塞边隐去 宁河堂里的韩秋月 闻讯顿时目若呆机 半赏喃喃着 她 还是中了 丁若看着身穿刺绣 精美的大红袍 冒差光夸的李明云 嘖嘖赞讨 真是气派 像个赵元郎 一屋子的丫头 眼嘴痴痴地笑 李明云挑了眉问她 看过眼了没 看过眼了 我可是要脱下来了 林兰忙道 别急呀 人家想穿这身还穿不上呢 要是我 今晚就穿着睡觉了 哪里舍得脱下来 李明云郁郁道 你不晓得这帽子有多热 还有只腰带 这么大 太不习惯了 林兰瞅着那宽大的腰带 不以为然地说 官服不都这样吗 要不然 那些个挺着将军肚的 怎么塞得进去 等你做了几年官 再扣上这腰带 就刚刚好了 李明云黑了脸 她的意思是说 她以后也会变成 挺个将军肚的大胖子 好了好了 不看了 如意 伺候本少爷更衣 李明云今天 已经披红挂彩地 游了一圈大街 人家觉得她身着红袍 骑着高头大马 威风凛凛 谁知道她坐在马上 硬着腰杆 挺胸直背的 有多累 不行不行 我还没看够 林兰抗议 李明云不理她 静止去了镜房 林兰撅了嘴嘀咕 真小气 给那些不相干的人都看了 还不让咱们这些 辛苦伺候的人 欣赏一下 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 白慧道 这又是电视 又是琼琳宴 又是打满游街的 二少爷怕是累了 我看更累的是老爷 我听说老爷 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到处应酬 锦绣笑道 李明云画了身 白色的绸衣 头发散着出来 白慧帮她编了根辫子 玉蓉铺好了床 又在被子枕头 床上四角 都熏了一片香 林兰默默 他们每天这么细致地折腾 却不知 这床只有她一个人睡 这香也只有她一个人闻 可怜的李明云啊 她睡得踏 都没人搭理 林兰撇了撇嘴 也进进房 也进进房 去洗漱换衣 银领要跟着来伺候 给林兰回来 你去帮我泡杯蜂蜜水 给二少爷 切了壶碧螺春吧 等林兰出来的时候 屋子里就剩下李明云了 可是她怎么躺在床上 还闭目假妹 喂 明云 这是我的地盘 林兰走过去推了她一下 李明云眼睛也不睁 懒懒当 别吵 今天骑马 颠得我骨头都散了 床上舒服 我要睡床 林兰皱了皱鼻子 腹肥着 你看起来像那么脆弱的人吗 可是我要睡觉了呀 林兰提醒她 李明云翻了个身 往里让了让 这床这么大 又不是睡不下 啊 她这是要跟她抢地盘 得了状元 就想翻身挠挠把歌唱 喂 这不是睡不睡得下的问题 这可是事关我的轻欲 你的轻欲 头巢里装睡的李明云 嘴角微翘 闲闲倒 夫妻俩不睡一张床 才有问题 再说 你都坐了这么久的李夫人 难道你还想人家 把你当黄花闺女 林兰郁闷道 别人怎么看我不管 反正你不能睡这 李明云懒怒地说 我真的很累了 要不今晚你睡她 好啊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林兰愤愤道 才不 要睡你去睡 林兰说着就往床上躺 心想绝对不妥协 妥协的一次 这家伙肯定会得寸进尺 以后她就只有睡她的份了 林兰决定寸土不让 感觉到她躺了下来 林兰的嘴角糊涂 更加明显 灯